好 這是老老闆 雜貨店老闆 硬要告小孩子被唾棄 再來看看有人想說混黑社會 就是不管生命的長短 但求一時的吃香喝辣 走路有風 結果這群小弟跟到了一個 摳門大哥 下場如何 這個大哥他有一次 他無意中他有接到一個 建商的案件 這個建商的案件 是什麼案件呢 跟一個托兒所有一些 好像一些土地的糾紛 在相告就對了 那那時候他就找到這個大哥 他跟他講說 他希望說 能由他出面去跟托兒所說 能達成和解的這個共識 那他當下開的條件有沒有 他就說我三千萬去給你處理 那至於你有辦法多少錢和解 那是你的本事 重點你就是要幫我把和解書 簽一簽拿回來 那這個大哥一心情 你在那邊想 那這個案子感覺不錯 三千萬 如果他當下有辦法用五百萬 八百萬去談成的話 基本上這些多的都是他的 後來他很快的就去找托兒所 的那個所長講了 講一講 當下不用講 他說這什麼 你們有什麼好講的 他說你們這個建商是黑心建商 佔了我們家老花的地 然後佔了地 還有辦法在那邊蓋房子 這個我們家的老 他就說家裡的老花 給你搞這間建商剛好而已 那你們要叫我們 為什麼要跟你和解呢 他就說 那如果我們這邊有很有誠意 八百萬跟你和解 你願意嗎 他一聽到八百萬這個數字 當下就說那不用談了 不用談了 我們家的老花也不可能帶 所以他們就在那邊 搜尋很久 也搜尋了大概一兩個禮拜 從八百萬有沒有 這個數字提高到兩千萬 當提高到兩千萬的時候 這個所長他就跟他講 那我等一下 我回家請示老花也許有機會 那後來這個大顆星 你那邊想那兩千萬 兩千萬扣完的話 扣掉三千萬 也還有一千萬 我怎麼這麼好談 所以後來就回報給那個 回報給委託人 就是建商 跟建商講說 基本上這個事情已經談成了 對 對方也已經有達成和解的共識 但他就說 和解書什麼時候有辦法拿得到 他說對方說要選 要看你就對了 就是要選一天 因為對方好像比較迷信 然後又說沒關係 這件事就一定處理好了 所以後來下面很多這些 他下面的這些年輕人 那時候就也收到消息了 他說剛才應該有一條錢你來 對 這條恭喜 我們大家都過敏 都好過 後來從那一件 那個事件過後 你知道這個大哥幹嘛呢 他本來是艱苦賣賣 在那裡有 在那裡人錢 人家破去看 我都拿這五萬十萬出來 那次那個事件過後 有沒有 開始每天藏酒店淋酒 因為以前沒有拿過這麼多的錢 但是他下面的年輕人不知道說 其實大哥已經有拿到 這一筆三千萬了 他不知道 他直接覺得說 奇怪 大的要慶祝 要開心 也是要拿到真的可以慶祝 怎麼有辦法 現在每天開始在那邊跑酒店 然後跑酒店喝酒 每天在那邊發小費 光酒單一天就要大概 回了十幾萬 這些年輕人 那邊越想越奇怪 就去有一次就去問大哥說 大的 這錢是哪裡來的 是有去給 有去給建築先拿錢 不要說沒有 哪有拿錢 就要賠償 這是我去把金主先帶來 先帶來我們慶祝一下 那這個大哥你知道嗎 對照理說 有了這麼一大筆錢 應該下面的年輕人 應該拿個五百萬八百萬 讓下面的年輕人 每個人都可以分一些錢 沒有 這些小弟每天 就跟著大哥這樣喝酒 但是大哥有沒有 每天要顧著自己 看小弟 大家沒有做 他有幫有幫這些小弟 點公關給他們做 可是當小弟酒喝了以後有沒有 跟跟大廈說 大廈我可以帶這個 小姐出去嗎 不行 大哥只顧著他自己 對永遠都只有 他自己可以帶女生出去 而已 其他小弟都不讓他帶 就這樣子大哥這樣 一直一直吞 半年 就連續這樣 賺幾兩 賺半年 這些小弟已經開始就覺得說 好像不是這樣子 應該大哥應該有跟建商拿到錢 然後他們心裡在那邊想說 都要這樣 都顧著自己 大家年輕人 辛苦到要死去 本來下面應該有六七十個 之多嘛 大家就看破了 就說 都要這樣 地界 都要這樣 就大家有的跑掉的跑掉 跳槽的跳槽 他到最後下面的小弟有沒有 只剩下大概五六個之多而已 然後最後這個大哥 這個三千萬 短短兩年內有沒有 就噴完了 就三千萬就噴完了 然後到最後他 他到最後搞的幹嘛呢 人家又脫耳索有沒有 脫耳索去告建商 變成建商 要來告這個大哥 然後這個大哥 就一直跑給建商 所以沒有真的和解 沒有真的和解 其實人家脫耳索是要和解的 問題是大哥一看到 這個數字三千萬 要拿兩千萬去和解 他就覺得說 我有什麼要跟你給他 我三千萬 我放在那裡 剛好而已 他就沒有辦法拿去和解 就對了 太離譜了 發生這種事情 再來看看 這個 嫁給有錢的男生 不見得比較好 如果這男生坚持一切都要 這個一切都要平分 所謂的像流行的AA字的話 頭也很痛 是啊 是啊 我有一個客人 他是南部的一個鋼鐵的小開 已經到鋼鐵小開 這麼好過了 但是他卻非常非常的小氣 他跟他老婆都是AA字 當然現代的女性就是說 也有經濟能力 也不一定說一定要男生勤 但是我們男生如果能夠多照顧女生一點 也是也是蠻不錯的 那他出去玩 出去玩他從來他都不住旅館 他走到什麼地方 他都先想問問看說 你問問看當地的朋友說 你家今天有沒有人 朋友如果跟他說沒人的話 他就說好 那我到今天晚上到你家去住 所以他就帶著他的女朋友跟 帶著他女朋友到朋友家去幹什麼呢 在客廳打地鋪 這個就經典了 然後再來呢 他跟他老婆開車 他們是怎麼結算呢 他們是看里程數來算錢 但是這個女生在婚前的時候 就跟這個男生有分手過一次 就是因為這個男生實在是 生活習慣太小氣太摳門了 那後來這個事情之後呢 他就決定說要跟這個男生離婚 然後呢 婆婆公公想說 小孩子才剛生出來 你們就要離婚 這還得了 那可是他也要顧及 他又顧及兒子的感受 就跟這個 就跟媳婦私底下去協議說 你不要離婚 然後就拿了一筆錢 有一千多萬 放在女生這邊 來塞這個女生的嘴 安撫他就對 那這個離婚的事件 才暫時告一個段落 這樣婚姻後快樂嗎 你覺得他有什麼好處 這位仁兄 我覺得 我覺得可能是真愛吧 來來來 警戒有鐵公雞 以前我一個同事 我在中三分局的時候 我一個同事 只要我們吃 如果我們出去吃飯 不管是吃火鍋 或者是刷拌 然後去唱個歌 錢櫃怎麼樣唱個歌 我那個同事 我那個學長永遠只要快要買單之前 那半個小時就開始睡了 開始睡 睡到我們一直搖搖搖 他都睡在那邊 他跟他去酒店買單之前去上廁所一樣 拉肚子都要拉十幾分鐘 真的 然後搖到一個不行的時候 他睡在那邊搖到一個不行 你把他搖到地上他還在睡喔 大家就先好吧 那我們先分享出一出 錢一副 那一上他就醒來了 就翻起來了 錢的老婆就說 你剛才叫你公家吹你什麼在睡 剛才是多多多 我怕你沒帶了 明天才才會再玩 一拖就過了 那一次兩次 同事覺得說 其實每次出去都要 便宜買單就要裝睡了 那我這個同事後來還跟我在意 又調回來 同事 才會跟我講 任何 我這麼久了 你們都結婚生子了 你幫我 幫我介紹一下女朋友 那時候我想說 我前妻他在幼稚園 我說那我就幫你介紹一個 那個幼稚老師好了啦 結果他那個女生說 高大哥 為什麼我跟你同事出去吃飯 那然後去看電影 要我敷一百一 我說這是什麼情形 我聽不懂啊 我就回去問我同事 我說你跟人家賣 請人喝咖啡看電影 還可以拿八十塊拿到八十塊 他說對啊 現在婚前就要先跟人家說好 大家就是一人一半 他用什麼我用什麼 不然怎麼可能說我體穿 他不是我母 我說你不是你老婆 你連你女朋友都不是 你還這樣還想交女朋友 你不要鬧了 那有一天他發個帖子給我 放帖子 我說奇怪 這這麼多年人聯絡 放帖子就說 一看年紀五十幾歲要結婚 結婚 當然還是電話打了 我們還是祝福他 我很掙扎 我要去還是不要去 因為我要去的話 不包你很怪 我不去的話 他都打電話來了 你要去但是不要包你 百吃百合啊 一半四十塊 我有去 他辦四十桌 結果他是取了一個外配 他取了一個外配 到現場去四十桌 到現場去做不到六桌 三十幾桌都空的 我的媽呀 這怎麼辦呢 所以我十一點半 本來想說禮包了 我就要走了 拍四趟啊 他跟他開門 說待會兒我們所有人來 那個人來傳播來 坐到十二點 沒有七點鐘應該沒有人來 那要一點沒辦法開門 所以我就覺得 哇天啊怎麼怎麼這樣 啊我想說啊算了 反正祝福你了